机场里面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宣传看板 就是要提醒大家禁止从疫区 携带肉类产品 机场如临大敌全面戒备 连检疫犬也出动 但没想到还是有民众携带违禁品入境 没有肉 没有 我吃 是吃的啦 不行它重了会发芽就不能带 旁景打开每一包可疑物品 谨慎小心 因为非洲诸汶的疫情扩大 民众还一度质疑机场动作太慢 防护太阳春 就是这一幕民众傻眼 传送带上一个空行李箱 草草贴上禁止基带肉类的宣传单 让民众担心机场检验太随意 但现在的机场如临大敌 满满的飞机餐厨余被怪兽夹起 送进分化炉燃烧 桃园机场每个月开炉25天 这里一天可销毁60吨可燃性废弃物 避免从国外的肉类制品流进台湾 成为防疫漏洞 第一次的话是5万块 然后第二次的话是50万 然后第三次的话就是100万 按照旧的规定是如果有攜带的话 就是有裁罚最高的1万5 到昨天为止是总共的131件 先前的国家级简讯通知 现在检疫犬也全面出动 祭出违规最高开罚100万罚还的头一天 行警谨检查紧张的气氛 就是要提醒民众可怕的猪瘟 一定要全面防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